我基本上就是外公外婆待大的 外公外婆很疼 19年年底的时候我外婆走了 外公确实实是因为这一次新冠 然后离开了我们 我怕自己就是以后再回想起来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都要忘记 所以我想记录下来提醒自己不要忘 那边都是老房子 很老的房子 你小时候也住在这里建设吗 对 我小时候住在这里 阿姨妈 夏天小的时候我就睡我外公外婆 然后床上午睡 然后做错事了我就蹲在那个角落里面 蹲在那个柜子旁边 我觉得外公原来就是 就是家里有一个躺椅 然后坐在这里 然后我就坐在腿上 然后他就抖腿 他就小 没这么重 然后这个是外公买的惯例 他特别喜欢翻这个 有时候一天没有过完 他可能就提前翻了 然后有时候有看到像我外公年龄相访的人 就治愈了 其实我心里我就会想 为什么就不能多一个我外公 我从来没想过他可能 如果有一天会走了我怎么样 我个人是不太敢经历这种事情的 你有时候继续去吧 继续开玩 大家都哭了 编到你哭了 生活还要继续呢 我们走给了 真的 那个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